好像他们是真的一直在放歌剧啊 囚徒 勘探 卡兹哥 小甜甜 他们的一个双排经常能看到对面打歌剧 这把的话我没记错 这个是陶行 然后这是他的双排队友 估计也是职业选手吧 这把穷者的休息速度很快 打架能力也有 但是容错率并不高 而且追费因家闷薄命机能给到勘探员 卡兹哥 这边的话刚镜头给到看待员 这分一下吃了一刀 那没了呀 这把博命 唯一的博命点 卡兹哥这边需要动手了 这里的话我们镜头给到卡兹哥 真的需要动手了 这波他需要把仇恨引到自己身上 丢开磁铁 这里磁铁丢中了吗 一个回溯 吸不到 那这一刀带走游戏 基本已经进入到了歌剧的节奏 宝瓶别救 倒得非常快啊 60秒之内的一个祭导闪现 没有能逼出来 外面没有博命 求生者理论上面来讲 不太有宝瓶的能力 不太有宝瓶的能力 当然这几个人嘛 就看一下了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很脆啊 歌剧手里有闪现 是不是我挂飞一个人 你们真不来就挂飞一个人以后 这边追一波好的 看弹员来了 这里的话还是救了 而且是听两人之力来救闪现 想取消一个插刀 这边交出飞轮 再 再 再 板子 为什么放歌剧呢 只能说这个阵容啊 就有些阵容你放歌剧 还是可以试一试 这个阵容的话太过于尖锐了 就这个阵容它非常非常的脆 你上线是很高 修机速度快 有打架能力 对吧 比如说上来追个画家 那我上来如果追的不是画家 对于穷者来讲你又要怎么打呢 抓个囚徒 抓个飞硬家 对吧 你抓看弹员抓画家 可能穷者好打一点 但是容错率其实也不高的 这里的话应该是卡死就一波 看一下囚徒这边过来 带电 因为是路人局啊 这边的话并没有补状态 但是我觉得飞硬家这波 其实是需要去补一轮状态的 这个局穷者不补状态 这边击倒挂飞 就来找你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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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情况 磁铁一块封口 交个电 这波小铁出击的这个时间 应该是完全没想到 那就看卡子哥这波的牵制了 飞轮塞丁应该还没有好吧 真的 割据的这个机动性 有点防不住啊 后面的话 这里外面的画家和飞行家状态都是半血 抓囚徒都可以 更别说这边去找飞银家了 囚徒这边没有电的 上来先给你 来 来 呦 来一刀 想一想啊 这边的话确实还有个薄命密码机的话呢 差的也不多了 这个机子倒是有点快 机子倒是有点快 但是割据这边是有底牌的 画家这边被找到一刀好嘞 囚徒这里的话 是想把这个机子给点开 交个电 再拖一拖 抓你囚徒 画家在旁边两个人抢抢这边密码机 能抢开 但是你也倒好 这边 失常一脚 咔嚓 真的就 他们这套阵容 包括他们这个打法完全可以理解 都是不要命的阵容和打法 对吧 你看 大家看得懂吧 我相信大家能够理解 就你这套阵容掏出来 他们这个打法 最后的这种选择 冲这一波的密码机 真的可以理解 感谢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